我李军在往期节目里详细介绍了美军的快速龙武器的项目 将精确制导炸弹、空地导弹等防区外武器滚扎在模块化滚装托盘上 或者装入专门设计的模块化部署箱中 由大型运输机进行装载 到达敌方防区外围后进行投放 部署箱中的导弹会在下落过程中 自行点火脱离 然后朝事先预定好的敌方目标飞去 这样不走寻常路的武器系统 从原理上看 不由得让火力军联想到 只存在于科幻片中的上帝之杖天机动能武器系统 不过相比于外太空的动能武器系统 快速龙武器项目则是实打实的落地了 并由美军在2021年7月进行了实际投放测试 今天我们不聊这个 因为火力军在往期的节目里详细分析过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自行翻阅往期视频 我们来聊一聊该项目中最为重要的武器之一 即GSSM-1R隐身远程导弹 Degenerated Surface Send-Off Missile的缩写 翻译过来就是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 后缀的ER表示增程型 该款导弹在美军系统内的编号为AGM-158B 看到这里是不是就演出了 没错 AGM-158正是去年台湾想向美国购买 但遭拒绝的导弹 不过并非是增程型AGM-158B 而是标准型AGM-158A 标准型相比于增程型 其射程由925公里缩短为370公里 说实话 将近400公里的射程 对于台湾的防卫而言也绰绰有余 但美国针对这一型导弹的对台军手迟迟不肯松口 原因很简单 美国认为这玩意儿实在是太过于先进 如果出售给台湾 将一举打破台海地区的军事平衡 那么该款导弹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AGM-158导弹 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生产 主要用于精确打击敌方严密射防的指挥与控制系统 通信系统 防空系统 弹道导弹发射架 以及舰船等高价值目标 该型导弹基于通用和多功能的原则 逐渐地发展了AGM-158A AGM-158B 以及AGM-158C三种主要型号 AGM-158A是后续几种的标准型 虽然后来B型C型升级变化较大 但是来源于AGM-158A的技术特征 包括隐身性气动布局 可折叠弹翼 以及省油的小型涡扇发动机都并没有变 AGM-158B在AGM-158A的开发尚未结束之前就开始了研发 美国空军于2004年授予落马公司相关合同 2006年5月18日 AGM-158B由B1B轰炸机投放并实现了首飞 在飞行了约740公里后击中了一个固定地面目标 在外形方面 AGM-158B采用隐身气动布局 头部为类橄榄形 中段为倒船形 尾部向内收缩呈近似棱锅柱形 弹体的中前部下方有一对长椅 可以向后折叠放置于弹体腹部 尾部取消了水平尾翼 取而代之的是下方两侧的边条 尾部异动面仅有一片可折叠的巨型后略垂直尾翼 导弹采用了埋入式进气道和复合材料 这样就减少了雷达反射节面积 正面雷达反射面仅有0.1平方米左右 流线型的设计为导弹劈开迎面气流 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同样的也有利于弹舱的挂载 复合材料的应用在加固导弹结构强度的同时 也减轻导弹重量 AGM-158B在标准型的基础上增大了油箱 动力装置也由原来的窝喷发动机 改为了窝扇发动机 得益于窝扇发动机更加节省燃料 从而大大增加了射程 最大攻击距离由原来的370公里 增加到了926公里 如果使用更小型的窝扇发动机 射程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可以在防区外发射 实现对纵深目标的攻击 该款导弹可全天候 全气象条件下作战 采用怪性制导加中段GPS制导 与末段红外成像制导 三者结合的复合制导模式 还可以加装抗干扰模块 抗干扰能力极强 除此之外 AGM-158B还加装了武器数据链 其能在飞行中与联合空中作战中心 建立安全的超视距通信 可以通过上行链路 完成目标位置更新信息 通过下行链路 报告自身的位置和状态 因此 该导弹即使在发射后 仍具有较大的使用灵活性 武器数据链的采用 还使该导弹具备攻击海上目标的能力 亦可执行海上封锁任务 虽然A型和B型的差异较大 但是很多零部件都可以通用 硬件通用率70% 软件通用率为95% 从而大大降低研发和使用成本 现在AGM-158导弹的造价为70万美元 已经和战斧巡航导弹的采购价差不多 该型空射对地导弹 不仅可以由轰炸机搭载 还可以由F-15等战斗机挂载 美军还在不断实验一架战机能够挂载的最大数量 2021年5月11日 美空军第53连队下属的第85实验鉴定中队 在佛罗里达州爱格林空军基地 完成了单架F-15E战机外挂五枚AGM-158的静态实验 这一数量是该型战斗机常规挂载量的两倍以上 其挂载方式是两侧机翼内侧挂载两枚 两侧进其道下后部挂载两枚 机腹中线挂载一枚 此时F-15E还可以外挂两枚AIM-120中距空空导弹 和两枚AIM-9M近距空空导弹 以及ANA-K13-14低空导航及瞄准吊舱 此次实验源于美空军在2021年1月举行的一次研讨 空军认为战机编队不但复为轰炸机护航的任务时 可改为直接骑射大型防区外导弹 能够降低使用轰炸机时 在强对抗环境中可能面临的威胁 除了在F-15E上实验外 美空军还在实验增大B-1B的挂载量 B-1B目前可以在三个内埋弹舱中同时挂装24枚 空军正在评估拓展该型机的外部挂载能力 使其总挂载量进一步提高到超过30枚 而在快速龙项目中 美军更是直接用C17 C130等运输机来投放AGM-158导弹 运输机在满载状态下将能够一次携带32枚该型导弹 如果实验后续能够顺利完成 美国空军的各型运输机将一跃成为名副其实的武库机 运输机速度慢 机动性差的缺点将不再是问题 其可以利用AGM-158B高达925公里的射程 在敌方防空范围外进行饱和式攻击 敌方防空系统无法对在机产生威胁 只能够拦截飞入防空区域的导弹 然而 AGM-158B凭借其强大的隐身性和庞大的数量 想要全部拦截基本上不可能 美军现在和未来一共计划采购将近7000枚AGM-158 目前至少拥有一千枚随时可以投入作战 除了自己装备外 美国政府还批准向日本出售AGM-158B导弹 以装备到日本空中自卫队的F-15J战机上 对于台湾而言 如果得到AGM-158 其可以搭载于最新的F-16V战机上 但美国对于该款导弹的对台军售一直不松口 台湾近年来获得的空对地导弹 仅有SLA-M1R导弹与AGM-158A最相似 SLA-M1R的射程达270公里 AGM-158A的射程为370公里 后者在射程上有一定的增加 但AGM-158的隐身外形相比前者 可是有了重大的性能提升 SLA-M1R是传统外形 雷达截面积较大 比较容易被防空系统拦截 AGM-158的隐身性 可以大幅减低防空雷达对系的探测距离 从而大大降低被击落的机会 你们认为 如果未来美国松口该型导弹的对台军手 将会对台军的实力产生多大的提升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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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irport ju 입咃赞 我是火力军 是河洞空的 从而震 famos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